嗨 大家好 我是布鲁克 過完年了 別太誇張囉 因為接下來會有很 重要的活動就是元宵節 那元宵節對我們攝影人來講 他有好多可以拍的東西 最著名的當然就是 北天燈 南風炮 東寒丹 以及中棒龍 那接下來我就幫大家分享一下我曾經去拍過的一些活動 天燈 棒龍 還有 台灣燈會 再來我們看到就是北天燈的部分 那天燈大部分都是在平溪沿線上放 可能會在十分 青銅 還有平溪站這邊放 天燈我覺得能夠拍到的畫面就兩種 第一個就是凝結的天燈 把緩緩的天燈想要把它拍凝結 那你覺得哪一個重要呢 快門速度啦 就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 第二種的天燈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也就是我們講的 燈軌 那重點在哪裡呢 一樣 快門速度 剛剛的要快 現在的呢 要 9 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對天燈的拍攝技巧 還想要了解的更多 大俠去年有講過一個影片 麻煩你來這邊點擊 那至於快門要多快才能明節 多久才會變成 完整的燈軌 如果你今年有去拍的 麻煩你拍完的時候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兩個數值分別是多少 那我們會在 之後 送你 金美小禮物喔 再來我們看到火胖龍這個地方 那我覺得這個題材 比較不好拍 不好拍的語音就是在 它 比較暗 然後 鞭炮放出去的瞬間呢 它會爆亮 那這個環境對我們的相機來講 就比較考驗一點點 那在棒龍來講 我覺得能夠拍的 照片大概也是 一個 凝結 第二個 但你可以做追焦 第三個 或許你可以用稍慢一點點的快門速度 來去讓 五龍的人 或者是這隻龍有一個 動態的 形體出現 那我覺得大概可以有 這三種方式可以去拍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這一些照片 那這一張照片的話 看起來當然很簡單 就是在對的時間點 把 斜色光那一瞬間 跟人的一個表現 把它凝結下來 好 那我們接著往下看 像這一張呢 也是我個人蠻喜歡的一張照片 那我不是在它在棒龍的時候去拍 而是在 那個鞭炮已經炸完 然後有工作人員進場 要去收拾這一些鞭炮盒的時候 那因為 結束了 所以那一些五龍的人也慢慢的 從後面走出場 那剛好那一個地方呢 光線比較強的光源在那邊 所以就產生一個斜色光 那就有一個前後的一個對比 那也可以看得出 工作人員的辛苦 這樣子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一張照片 那像這一張照片呢 就是有一點點 快門速度是比較慢一點點 那你要去觀察的是 可能不要讓 畫面說的東西都是一樣虎 可能有人如果是動的比較快的 有人動的比較慢的 那這樣子就會有一個 動靜的一個對比 所以你要去掌握的時間點 就是他的快門時間 可能是在 十分之一秒 或是在六分之一秒 甚至二十分之一秒 你要去觀察的 沒有一定 然後看一下這一個 他們在 舞動的一個過程 是比較適合哪一個 快門速度 那像這一張照片也是一個 稍微慢一點點的 快門速度 也是大概是我 剛剛講的那一些 快門的 時間點之一 可能六分之一 八分之一 十分之一 甚至二十分之一 那 之前有學生問我說這張照片 怎麼拍他想學 那我跟他說 這張照片可能學不來 為什麼 因為我在拍的時候 我主要的想法就是 我想要用一個 慢速快門的方式 去拍他 但是你會發現 這一個人的地方 是亮起來的 為什麼 因為 比較近的地方 可能也有其他的攝影師在拍 那他可能拍的時候 他要去大閃光燈 所以造成這個人的地方 正面的情況 有亮亮的地方 這個地方在哪裡呢 在苗栗市的厚隆溪河濱公園 那沿著堤防 就可以找得到 在哪裡拍囉 再來是每一年都會有的 台灣燈會 那因為這幾年呢 他比較南部 所以我就以 2016年在 桃園的這個燈會 跟大家稍微說一下 那台灣燈會的話 通常開幕閉幕會有煙火 所以你去能夠拍的話 當然是最好 那拍的話就請跟 2019或2016 這種台灣燈會這幾個字 最好把它拍起來 不然 你怎麼知道 這個煙火是在哪一年拍的呢 對不對 那接下來看到 目前這個畫面 因為我去的時間 煙火已經放完了 或者是那一天剛好沒煙火 所以你要拍的時候 當然最好是在燃掉的時候去拍 可是你在燃掉的時候 你頂多也是 畫面是一到兩個 之類的 再來的話 天空就會全黑了 所以你看到這一張 天空全黑的 天空的地方 就沒那麼好看 燈的地方很亮 沒有燈的地方 就非常暗 所以我採取一個 HDR的方式 來拍的這一張照片 OK 在拍燈會的時候 其實 你就要去觀察 這個跟你的 聲音眼構圖 可能比較有相關一點點 我們把有趣的 圖形 把漂亮的圖形 把 把拍出來好看的東西 把它拍進來 這樣就可以了 你看這個圓圓的 圓圓的 感覺還蠻漂亮 然後再搭配這個 橋的燈 後面建築的燈 這樣子 畫面可能會好一點點 那一年在這個地方拍的照片 我是覺得是比較好玩的 那拍照 其實不外乎就是 凝結跟 動態 稍微糊一點點 就是長時間曝光 那這張照片 我採取的是一個 慢速快門的方式來拍它 但是拍完這一張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燈光呢 因為它 變化了 不一樣的顏色 所以拍起來的顏色呢 接近於 紫紫的 白白的這樣的畫面 那就是因為 RGB一直累積 一直累積 最後會偏白色 所以拍完就覺得 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就等待 我就思考 怎麼樣能夠拍 好一點點的畫面 所以我拍了 下面這一張 那這張照片的 原則也就是 慢快門 那拍攝的時間 假設是 15秒 15秒 那可以看得到這邊有 三根 鋼梁的結構 就是因為 假設我 首先拍 五分鐘的時候 拍完五分鐘 我就有 把相機呢 腳架 挪了 一點點的位置 往右邊挪一點點的位置 在過了十秒鐘之後 我又繼續的往 右邊再 移一點點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布木 它在飛舞 就感覺是有三個層次 那這一些 技巧其實 你拍攝的時候 就必須有一些想法啦 拍照 絕對不可能說 你按下去快門 就會得到一張 不錯的照片 可能就必須 你有去思考 去觀察 那你自己覺得 該怎麼拍 才能夠拍到 比較棒的一些照片囉 那接下來 今年的 2019台灣燈會 會是在屏東舉辦 那會在屏東 然後東港 大鵬灣 好那這三個燈區呢 其中有一個燈區 會有水幕表演 那水幕怎麼拍呢 把握這八個字 可能會好一點點 快速凝結 慢速動感 那這個八字經驗 如果要掌握住的話 拍出來的照片 可能會 比較有趣一點點囉 如果你今年有去拍 這些活動的朋友 歡迎你在我們的粉絲頁 跟我們分享 那如果你還沒購買 我的線上課程的同學 我線上課程 黑卡 已經開賣了 歡迎你點擊 連結下方 趕快去搶購囉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屬於 MING PAO CANADA